各位街坊 我們是人物力量前線 在今年6月政府推出了國際保機制 他企圖幫助我們的選取權 被選權 可能大家覺得這些什麼權物權對你來說是沒有用 但是你想想 當你沒得選的時候 政府還會不會聽你的意見 在去年6月政府聯同保皇黨建制辦一同通過 這個669億的高鐵項目 這個高鐵項目需要的是動用我們的公託 需要的是撒毀我們的家園 但是在議會內建制派保皇黨 繼續望著我們的民意 都要強行通過這個商業撥款 試問一下 如果當我們有得選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選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保衛我們的家園 我們就可以保衛我們的權益 又或者動用這個669億之前 是會看不清楚 各位香港市民 我們是人民力量前線 在今年立場 林瑞麟提出一個制補機制方案 企圖幫助我們的選舉權 被選權 可能大家覺得這些不權不權不權 不關我的事 但是你想想 公議會內 好人為民意發聲的時候 政府會做甚麼 政府就是會做一些荒謬的政策 例如 動用669億去拆毀我們的家園 都要起高鐵 請問你沒有了家 你這麼緊張 你這絕對是荒謬 但我幸好 在7日 我們有22萬香港市民一群上街 去反對這個逮捕經濟 但是政府 林瑞麟 繼續 博士民意 企圖 排出四個爛方案 去繼續欺貼我們的市民 這個這麼多貿易政府 絕對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們今天下來 排發戰將 希望讓香港市民可以清楚看到 林瑞麟在做甚麼 另外 我們有一支人民力量自由的表格 我們誠意邀請各位香港市民 一同加入我們的團隊 因為人民的力量 我們要將人民的力量告訴政府 民意是一件甚麼事